家长们的一个很大的窟户就是 我的孩子怎么没有自信 这个自信心其实建立在 真实的自我肯定 自我寻找这个安全感的基础上面 但是往往我发现到的家长说 孩子没有自信心 下一句就是 你看他那同学啊 你看他这同学啊 对吧 那个欧文怎么就是没有自信心 你看欧文的同学 教育挺好的呀 所以当我觉得当家长我们喜欢 甚至老师有时候 一样犯的错误啊 一样的 就是说 你看一下Jessica的文章 大家全班同学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 孩子他的自信心就马上被打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最大的一个感悟和收获 也就是当我们真正要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一定是要通过心和心之间的一个认可 肯定让孩子知道 我只要今天比昨天更努力了 我只要今天比昨天做得更进步了一点点 这样小小的一个成就感给到孩子 怎么说 可以怎样 我常常会这么跟孩子说 你看今天你能写的这一段和你上个星期写的 哇哦 真的有好大的不一样哦 不一样在哪里演出来 那一样的孩子在家里 只要他今天或这个星期 他的房间床单折得比较漂亮的 或者去发现他做的这个星期 比上个星期好的一点点 一定要去很有关注到 给到他很多很多的肯定 让他心中有不错的一个成就感 那这样自信心一定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 一起加油